五十九月來 他說到麵包店買麵包 若買九個紅豆麵包剩下十八元 買十二個紅豆麵包又不夠二十七元 那一個紅豆麵包是多少元 有看到嗎 來看那個整體油來 所以基本上齁 在你不知道設位之處的時候 我們習慣是說 他問什麼就設什麼是F10 好嘞 那個 紅豆麵包也是 對 你可以假設紅豆麵包一個是X元 所以你要寫假設的設 你要跟他問什麼啊 對不對 他是問紅豆麵包嘛 所以你要設 設紅豆麵包 要寫完整啊 要偷懶喔 不用 看著總結我OK了 要寫喔 我老師沒叫我們寫 我們老師規格 要一定要寫喔 可是我不會叫老師教我們寫 然後一定要寫色嗎 要 這一定要的齁 你假設什麼東西是什麼位之處 一定要表達出來 尤其應用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寫這句話 非寫不可一定要寫喔 好 那他說呢 買九個紅豆麵包的時候呢 剩十八元 這什麼意思啊 他的錢 去買九個紅豆麵包 有沒有剩 有 所以他錢會有多少 不知道 九乘上X 再來加十八 有沒有 他的錢一共這麼多 那個桌上不要這樣切割喔 好再來呢 如果買十二個紅豆麵包的時候 他錢是不夠的 那紅豆麵包一個不是X元嗎 買十二個就變成了十二X 夠不夠 不夠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錢會有多少 要扣掉二十七 因為不夠二十七嘛 買十二個不夠二十七 所以扣掉二十七 那扣完之後呢 這邊是他口袋的錢 這邊他口袋的錢 有沒有一樣多啊 一樣 所以等式會成立 好這樣知道嗎 左邊是表達他 他的錢有這麼多 買九個紅豆麵包 還有剩十八元 那右邊是說呢 買十二個紅豆麵包呢 他不夠二十七 所以他的錢會有這麼多 那多他的錢嘛 所以等式會成立 這樣知道嗎 那這邊還有一球X的解 解出來答案不會是負的 或者是小數或分數 通常不會啦 因為這種東西不會是負的 那紅豆麵包還負幾元 那很奇怪 對 所以你把他解一下好不好 所以紅豆麵包一個十五元 那你回答還要寫答喔 答 紅豆麵包一個十五元 把他寫出來好不好 完整的表達出來 寫應用問題一定要很完整的表達 折扣的問題喔 來 請問分別在不同的商店買一樣的商品 他的折扣方式如下 他說 這什麼商店啊 假嗎 A商店啊 A商店呢 在打八折以後呢 他的價錢呢 不好意思喔 打九折 打九折後呢 他的價錢呢 比原價的一半多四八 那B商店是說 打八折減三十二元 剛好是 原價的一半 那 哪一家的原價 訂的比較便宜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算 他要問哪一家的原價比較便宜喔 吃不一樣對不對 看這裡喔 我把那個A商店喔 A商店 A商店可以嗎 可以啊 A商店的原價 那麼多字 就應用問題嘛 就耐心一點好不好 A商店的原價為A元 好不好 我們這樣比較有認啦 這A就認A好不好 A是小A 好來 B商店的原價呢 就是小B元 好不好 他是問這兩個東西 要比較這兩個 實際上的數字為多少 要把它算出來 要是兩個喔 但是不同的劣勢喔 來第一個喔 A商店是說 打八折 這個打八折要怎麼處理它 九折 又看錯了 打九折 打九折變什麼 0.9A對不對 所以 0.9A 0-9A的價錢比 這個比 你就把它當作等號 去處理它好不好 等於 原價 A嘛 原價 A的一半 多48 A一半怎麼樣 除二嘛 多48 加48 好 這個是A商店的劣勢喔 它的價格 打九折 比原來的一半 多48 從家 看不到 好 再說一次喔 我們剛剛不是要原價A元嗎 對啊 所以要乘90% 打九折 0.9A4 變0.9A 好了 這個價格比 比當作等於處理嘛 等於什麼呢 原價一半 一半不就除二 對啊 再多48 再加48 對啊 有點好囉 好不好 來這個球姐的話呢 第一步怎麼做 等一下 應該要乘多少 才可以把分母跟小數都去掉 再乘0.8 再乘0.8 我怎麼知道 哦 把它乘以10好了 好不好 乘以10的話呢 這變整數啊 這也變整數啊 這個也沒問題啊 對 兩邊都要乘以10 我們乘以10的時候呢 一方面把它變整數 一方面這邊還可以把分母都去掉 好不好 那乘以10變什麼 9A 好這邊乘以10呢 5A吧 這邊乘以10之後呢 480 8 5A一過來減4A啊 5A一過來減5A啦 所以9A減5A變什麼 4A 4A等於480 所以A的解多少 A再減4A 4一過來減4 120 所以A商店的原價是120 這個是A的 再來我們寫B的 來 B商店是說打8折再減33 他本來是B原喔 打8折要乘80% 就是0.8 所以變成了0.8乘以B 0.8B 再減掉33 再馬上扣33 對不對 然後呢 恰好是 要等於嗎 等於什麼 原價一半 一半就是二分之 二分之B 然後再來 一樣乘多少有效 可以把分母都去掉 乘10 對乘以10 這邊乘10喔 多乘10 也要加保號喔 這邊要乘以10喔 好 乘以10的時候 10乘0.8B就是 8B 10乘以-33 -330 好 再來 2B乘以10 就是二分之B乘以10 二分之B乘以10 二分之乘以10 一方面 我想把這2去掉 我又想把這個變整數 變整數啊 我乘2沒用嘛 如果你不去乘的話 直接移過來處理啊 也是可以算啊 可是我覺得 跟你們講過嘛 不要去碰觸小數 跟分數的問題啊 比較不會有計算錯誤 好 那2跟10元分5啊 50的B就5B 對 5B一過來-5B喔 8B-5B 8B-5B 這3B -330一過來呢 這330 所以B的解多少 答案是110 好所以 有沒有算出來說 A商店的原價是120 B商店原價呢 就是110 那哪一家店比較便宜呢 B啊 答案是B的原價便宜 所以答案選的是B 好 謝謝老師 A2S B商店 哪一家商店比較便宜 所以答案選的是B 好 這兩問題 沒有 他說華華呢 華華好奇怪念法 念法 華華的抽屜呢 有一些硬幣 其中呢 10元的硬幣個數呢 是50元硬幣的3倍 然後接著 50元硬幣的總錢數呢 比10元硬幣的總錢數多90元 哇 聽不聽到這前面都忘記了 那麼 華華的抽屜裡面呢 10元50元硬幣 他只問兩個情況對不對 只問10元硬幣跟50元硬幣 共有 各有幾枚 幾個嗎 幾枚喔 你不能兩個都射X 這樣子會 沒辦法處理他喔 你現在不能射兩個位置數 那個是我們國一下的 才遇到 但是你看前面那句話來 其中10元硬幣的個數 是50元硬幣的3倍 對 就因為這句話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了 你要射哪一個是X 超越好的 好 50元3倍 對50元 當你假設50元硬幣是X沒的話 你看他題目說的喔 10元硬幣的個數 是50元硬幣的3倍 是他的3倍你要怎麼表達出來 3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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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倍X 對所以10元硬幣的話 就是他的3倍變3X沒 你看你現在練習就很漂亮的啊 本來你不知道怎麼去射X 射位之數的 你看題目喔 所以你要學啦 好不好 10元硬幣的個數 是50元硬幣的3倍 就因為這句話 你就要把假設 50元硬幣的X沒 10元他3倍變3S沒 好 好接著來 為什麼 他說喔 50元硬幣的總前數 這什麼意思喔 這什麼概念喔 不合理喔 50元硬幣不就50元 1枚就50元 2枚呢 2枚50元硬幣就是 100嘛 那4枚就是 200嘛 你們都會乘嘛 是不是就直接乘對不對 你現在X枚有幾元啊 50去乘X啊 對不對 所以50元的總前數 他有這麼多元 這麼多元喔 比 比就寫等號啦 等號 來等於喔 比什麼 比10元硬幣的總前數 多90元 10元硬幣有時候 3X沒 乘10 對一樣乘以10 乘它的幣值喔 好所以 持續乘上3XX 比這個東西喔 比10元硬幣的價值喔 還要再多90 再加90 這都很直覺烈士喔 把比這比當作等於 然後就直接從直覺的處理 然後 50元硬幣的總前數 比10元硬幣的總前數 比10元硬幣的總前數 多 90元加90 還有幾個個字喔 對幾個個字喔 那減出來答案如果是分數 小數或負數 不合理 因為我們這個 沒數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整數嘛 一定要正整數 對不對 所以處理一下答案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變分數去的 還是變小數去 好 怎麼處理啊 一過完是不是減30 對啊 這30也就是什麼 減30變什麼 20XX就等於什麼 90 XX的解多少 20一塊就除20啊 20分之90就是 2分之9 2分之9 2分之9沒硬幣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對啊 奇怪叫不合理 這答案是不合理 啊這樣而已喔 對 不合理的話呢 就此T無適合的解 因為這此T無解可以 可是不合理的解就白10 就寫此T無解嗎 寫無解就白 寫無解可以 寫無解 寫無解太草率了 寫No answer 不要 就要寫無解 此T無解 那個 不合理要寫 不合理要寫啊 因為你判斷出來 不合理才是無解啊 你們不能 什麼都沒寫 都寫無解 就亂七八糟 一定要寫一個說 為什麼他不合理 因為我們要整數解嘛 你算到分數 可是我們寫的時候 只要寫答案 不用寫算式 應用問題要看你算式啦 好不好 這應用問題 這要非選題 非選就是要過程 非選就是要過程 所以要寫說 射什麼 這還要寫射沒射到耶 這還要寫 這個沒有寫到 假設的射要寫一下 假設 射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射什麼是位之處 一定要點拿出來 一開始沒有寫到 補一下 可是我還是聽不懂 哪 講那麼清楚還聽不懂 對啊 我也是 這裡嗎 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射那個 射516 因為這樣比較有劣勢啊 你看喔 如果說你是射10元硬幣是X的話 跟你講啊 如果你把這邊射X 50元硬幣就要變3分這X了 這樣不好做是分數 所以因為這句話的關係 你要學習喔 好不好 50元硬幣 把它射X比較好處理 50元硬幣 好啦 我們看一下那個金手的第一題 他說綠色 為什麼的面積色 為什麼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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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部分面積呢 為420 那麼X的值為多少 來你也聰明了吧 這邊怎麼做 當然是要切割啊 怎麼切 切割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包圍法 算整塊 扣掉這一塊 這要包圍法 算整塊扣這一塊 另外要切割法 直接就切了好不好 來 你要切割還是包圍 包圍 包圍法 沒用過喔 要不要用看看 還是要切割 包圍 包圍齁 包圍怎麼做的啊 其實包圍法有一個缺點 如果說你那個對那種 剪法拆括號容易錯的話 包圍法容易錯 因為它用扣的 後面會有一些變號的問題 你有來聽喔 25 好啦 那我還是用切割法 用加法 你們加法比較不會出問題 好不好 切割 那我要怎麼切 切這塊 對啊 切水平的 那一塊 切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對啊 切這塊你們會有個問題 哪有個問題 怎麼那麼 怎麼 agency OK 1元220喔 你們還沒有學到喔 Q秦 有點問題 切水平的 好吧 你既pole 這塊 假招 面積肯定有問題 也不會算 切 只好 像 切 這樣子 走安全了吧 五 上面 втор 找次 JS 病進 付 25x写出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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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底下的这一块 这块怎么办呢 有没有注意到你现在 25-X-2 对没错来 这边的长度 这边的长度呢 它是25要减掉 括号的X-2才对 25这么长扣掉这里 所以25减掉括号的X-2答案多少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也不知道整理一下 等于X加2 25留着 所以负正德负-X 负负得正 加2整理一下 变什么结果 为什么 哎呦 负负得正啊 这样有负号在啊 有负号在 不用记了后面要编号啊 负负得正啊 这边写下啊 好 所以整理一下 变什么结果的 25加227 27-X 这什么东西 这是它的长 所以长成块 变成了 27-X 去乘以10 我们把这两块加起来 等于总面积 它总面积多少 420 对不对 好开始练试了 这一块哦 25X 再加上这一块 这一块我还没乘出来 是你要把它乘出来 直接划减好不好 10-27 270-X 减10-10 不10X 所以这一块加这里哦 加270-10X 等于什么 27-10 不不不 它说面积多少 面积 我不想 诶 题目有写哦 你不知道 面积有刷啊 面积420 等于420啊 总面积啊 我把这两块加起来 总面积等于400 要求出来啦 什么结束 它不是要求我一支数吗 它要S会多少 所以你这列数还没有分数啊 你要把算出来哦 来 整理一下下吧 等于 25-10啊 15来看10 对 270 一块减270 420 420-270 因为加了一块边减啊 420-270 100 150 150 所以X答案就是 425 Y除以425 等于10 对啊 好啦 对啊 这样子而已啊 通常哦 你算完之后 答案一定要再验算一下哦 看合不合理哦 怕有时候答案是不合理 比如说你算是答案是10的 你就看一看 这有没有减2 是减2可以减哦 答案是8 可以合理哦 如果你今天算答案是1的话 合不合理 或2合不合理 就不合理 为什么 如果你算答案是1或2的话 你会注意到 好 这边扣1扣2会怎么样 变0或变负数就不行 所以要注意那答案合不合理 好 嗯 等于旁边是什么 等于的旁边是什么 这边吗 没东西 没 这边一直整理过来的啊 这是化检过来的 这不是解吗 是化检 一路化检过来到这边来 哪会考错呢 哪会考错呢 这个 这要方程式啊 这是化检啊 这两个加起来 面积加起来等于420 这个是金手 也蛮简单的 他说只要一两人呢 从楼底爬楼梯到楼顶 然后呢 甲每分钟 可以爬楼梯40阶 以平均每分钟 可以爬楼梯50阶 所以一趴比较快哦 那甲仙出发两分钟 已才出发 只有两人同时都到达楼顶 那问你说 从楼底到楼顶 共有几阶 你题目有看懂意思吗 50-40 有看懂题目的意思吗 再看一次 因为问题题目都看不懂一次 看第二次看三次 看到懂位置好不好 至少看到四五次 看到他懂 他说什么 摄楼梯A接 我不会 我不这样假设 摄楼梯A接 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问题 我小小小型 摄楼梯A接 他很多的假设方式 那你要摄楼梯A接 可以 可以用的方式好了 你的方式简洁有力 可是列出来很漂亮 他列式很漂亮 很单纯 列出来看起来很难 可是接起来不会啦 这个刚刚那个同学说 他说摄楼梯一共A接 他就问什么是什么S吗 他就讲讲 摄楼梯 他问共几阶 我就说他全部几阶 有A接 A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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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每分钟是不是爬楼梯40接 对呀 这个S接去给甲去爬 甲需要爬多久的时间 A4-40 出40 老师你要不要写瘦 对要写瘦 对要写瘦 我觉得真的很大天 4A接 这不算了 来 那我也有 这不算了 这不算了 来 4A接 好 那甲每分钟呢 可以爬40接 所以甲花多少时间来去爬楼梯呢 X 去除以40 为什么 这是甲花的时间 为什么 我举例哦 如果甲是 如果楼梯共200接好了 甲40分钟爬一接 甲要爬几分钟 200去除以40吗 是5分钟 所以这样相处代表什么意思 甲爬楼梯所花的时间 这甲所花的 甲所花的时间 甲花 甲的时间 甲的时间 甲爬楼梯的时间 甲10 好 自然 乙爬楼梯时间怎么做呢 一样啊 是不是用除了 以用X 却除以50啊 这个是乙爬楼梯的时间 接乙10 乙的时间 乙10 乙爬楼梯的时间 好不好 那题目说 甲先出发两分钟 乙才出发 同时到 那你再看一下哦 这两个的时间 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你想一想 不能这样看哦 你还没有印象分数问题哦 当你X都一样的时候 分子 分母越小越大对 这个大这个小 他们时间是差几分钟 差两分钟 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大 这比较小 所以加两分钟才会跟他一样 因为差两分钟嘛 然后 甲先出发 乙跟他差两分钟 甲先出发两分钟 乙才出发 那同时又到 代表说 甲跟乙的时间差 会差两分钟 那我怎么做呢 我把甲时间算出来 甲时间是比较多的 因为爬比较慢 时间比较多 那乙是爬比较快 比较少的时间 可是这两个不相等 就要给他加二 因为他们时间差差两分钟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要同分吗 要同分 要区分母 乘多少 要乘他们的公倍数是 乘100乘200 乘100乘200 下课找完了 有屁话来 如果算就是 我还算进步 好来 你把两边都 区分母 要乘200知道吗 所以这里要 因为4跟50的公倍数是200啊 不是 4跟50 那要去分母啊 所以要选择3200啊 不然你认为乘多少 比较可以用 乘2000吗 太大了啦 找公倍数啦 不是互乘知道吗 不是4跟50互乘 只要找公倍数 好乘200之后呢 什么要前面不见 什么要前面不见 有啊 列式啊 列完之后 我们要处理他要求位之数啊 好来那乘200之后呢 40跟200约分数 得到什么 5x 5x就等于 这个哦 两个都乘200哦 这个乘200之后呢 约分变什么 4x加400 这个乘200之后呢 变400 然后这往前移之后怎么样 减 所以X答案就是 400 所以楼梯有几階 一共有400解 有剃头题目的意思吗 剃头题目的意思吗 就是问题几階 子轩呢 有 有 融真呢 其实我刚刚在处理这题的时候 刚刚在这一题的时候 其实老师的想法 我并没有想说 设全部X接 因为我知道会遇到分数问题 你们不好思考 本来我想的是说 他们的时间是几分钟 可是这个有困扰是说 你设分钟之后 你们又不会转回来 变成接数 所以我就采到你的建议了 直接给他设接数了 嗯 好 懂意思吗 老学我 哈哈 这个好方法 好不好 你们学校老怎么讲 我们就怎么来试一下 好不好 来试一下 来来来 很好 如果先插外面 你看好来 三分之一 好 这边呢 没东西 都问你哦 你要乘多少 你把三分之一去掉 乘出三分之一 他就三分之一了 你是要乘三 对 所以用等量 等量公里来处理哦 所以两边都怎么样 乘三 我们现在讲解的是 三三页啊 老师说第二题 三三页 上面的第二题 看到吗 好 所以我呢 把两边都乘三 好 这边给他乘以三 哎 这边怎么样 也要乘以三 叫等量乘法 好 那乘三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分之一的三去掉 好 这边变什么 三四 十二 那你看哦 大括号的蓝色外面还有东西吗 没有了 大括号变什么 变装饰品了 不要理他 把里面烧下来哦 所以就剩下里面这一个哦 从二分之一开始炒起 二分之一乘上五分之一 括号 2x-1加3 中括号结束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十二 因为四三十二对不对 所以再看一次我们刚刚两边都乘以三 把那个分数的三分之一的三 分母三去掉 大括号就变装饰品了 不要理他 再神与二 很好 你太棒了 我超喜欢你的 这个呢 真的很没错 以中括号来看的话呢 这位外面是二分之一 你只要乘个二 二分之一的二就不见了 那他两边都乘二嘛 不要忘记哦 等量乘法 要乘二两边都乘二 那乘完之后呢 二跟二约掉 然后这边十二乘二变二是 你再看一次哦 中括号这里 外面都没东西了哦 所以中括号拆掉标理他哦 变了五分之一乘上二 X-1加3 等于十二乘二变什么 二十二 那老师刚刚为什么会说 我会叫你们先拆括号 因为我很怕说 你们到这一步时候会出问题 你要乘多少 乘五 你要乘五的时候呢 这边乘五是没问题啊 啊这要怎么乘五 乘五分之一啊 对太棒了 你这很优秀耶 没错分配率 所以这边后再看拐号起来 本来拐号被我们拆掉发现 不对啊乘五啊 全部都要乘五 这样子 你不要觉得很自豪 好再来我问你哦 怎么分配 是要怎么分配的问题 什么意思 你要以这个加减号做分界 加减号做分界哦 这两个分别都会乘到五 因为它五分之一啦 就是故意乘五就是要 他就跟他乘就好了啊 干嘛跟他要乘 因为你不能 因为你乘的时候 按照等号来讲 是左边要乘 右边也要乘 那左边要乘是全部一起乘 你不是只有前面乘的 你知道吗 就是分配率啊 分配率啊 这个又是分配率啊 对啊 所以这个要乘过完 这个要乘过完 知道吗 可是他如果没有乘五 他关号就不见了 对 如果他没有乘五的话 这关号是不在的 那直接五乘就好了吗 你说五分之一拆关号吗 对啊 也是可以 那也是方法之一哦 可是我现在不这样做 因为我现在不想处理分数嘛 所以我故意给他乘五 我在中关号外面 就给他放一个五 好来 那这样乘的时候 你再看哦 5跟5有没有运点 约了嘛对不对 约完之后 剩这东西烧下来啊 2x-1还在 对 5要乘到3哦 这要乘到5不要忘记哦 所以这不能加3哦 这加到哪 要加15对不对 这不能加3 加15哦 因为他也要乘到5 好右边的话呢 20乘以5呢 120 那哦 超级没变 哪里没有变 就是中级 这边吗 因为五跟5 约掉5 变1 所以1乘他没变超下来 哈 对 我们就是故意的啊 就是为了要5分之1的5 不是说5乘5分之1 带5乘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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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说这每个都乘到5其实不是因为这两个是连续的乘法所以这两个只要选一个人乘5就好了我们就选这个乘5不是这里面都乘5哦没有哦我懂你想什么哦这两个不用乘5哦是这边乘5就好了好车来的话呢整理一下哦2x留着那负1加15就14嘛14移过来怎么样减掉14120减14变什么 106吗14移过来减14106所以s的减多少2移过来减2答案就是53 13好 右下角的这一题哦这一题话呢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分数是不是都有分数 没有 用扩分的方式把这边的小数都不要不会扩分分子分母都乘一样多所以你认为这边要乘多少它才会变整数要乘100所以我们选择哦分子分母都乘100知道吗 这样叫扩分哦那你这个乘100记得你这乘100跟一点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他不要乘知道吗 你不要太无聊这边给他乘100不是哦我是这边扩分而已哦好不好 好来这边要不要扩分一样分子分母都给他乘100因为他的分子要乘100才有效 所以我们这样做叫扩分扩分不影响答案扩分是不影响他的答案的好 好那乘完之后呢来把题目写下就变成了0.3乘3030分之100这个乘100啊6x10啊这个乘100变减到48 减到1.5这个没有4知道吗这不受影响哦等于好这里来都乘100之后呢变什么 没有10分之6x-6x-12加12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一想你有需要新约分吗 不需要如果要约新约如果你觉得不要约我直接把分母去掉那也是个方法之一 没错新约分比较好了对 可是你们会约错吗不知道试一下好了约分记小爱 能不能约可以啊那48可以约吗不知道 那要约要一起约吗有问题啦约分就是所谓的一起出的意思嘛分子分母都出啊所以要数一起出啊用6啦 用6啦6比较快好不好 65030616就1了齁6848有没有所以这个是5分之a-8这个不处理哦看这边啊都除以料对 除以料之后呢这边是10哦除以料呢负x哦除以料之后呢是2 好来我把它整理一下好不好 2 专心哦 我说2啊我怎么认真啊认真好 我也说2啊 5分之x-8你那说2的声音很奇怪 等于好再来 这边的话呢是10分之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x加2 好这时候决定一下你就要乘多少 又可以去分母又可以把它变整数 乘1000 你会太离谱了啊那乘一碗好了啊 100100100 乘再小一点就可以了啊 乘10 乘10可以对不对 乘10 你先想你乘10这个变整数 你乘10他也变整数啊 乘10这边也可以咯 又轩你说什么 他说东10 所以哦我们在等号两边呢 选择要去乘10 那乘10也是你把挂好起来 要乘10全部都乘10 好不好是说这个全部 全部都要乘到10 这边也是全部乘10 对 好乘了之后呢我们起过来哦 这边乘10是5跟10元分之2 2要乘到分子去 2x-10 2倍的括号x-8 或者你要写2a-16也可以 好再来他要不要乘10 根据分配率当然要啊 有没有 是这个要乘到 诶这边也要乘到 就15 就15哦减掉15 好等于什么 10跟10不约掉 约掉了 -x加2 好把它整理一下 20x 2x 2286-16-15 等于-x加2 对 好整理一下哦 -1一过来 加1嘛 变成了三个x 这边一共减掉31哦 减31一过来加31 加31变什么 33 所以x的解答案就是11 好所以你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来就没有问题了 我都复违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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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移过来了 哦哦 移过来并加 我发签 我发签 好你们看一下 這邊有什么问题要我的 哦 人家 可以帮助